接下來是一個跟前面教過類似的內容 伏特劑 我們做實驗都跟各位講過了 量電壓量電位差要用的儀器叫做伏特劑 學習的重點伏特劑應如何使用 學習的重點伏特劑應如何使用 歸零 一步大家都一樣叫做歸零 就是一樣的羅賴法去轉一轉 那就讓它歸零 好 第二步跟安培器一樣 要正確的連接 正確連接意思兩個 第一個正的要接正 負的要接負 紅色是正 黑色是負 另外一個跟安培器不一樣 就是它的正確連接要怎麼連 並連 也就是安培機要串連 伏特機要並連 伏特機要並連 所以就是它不一樣的地方 那其他都一樣 好 要先歸零 正確連接 正確連接就是 要正接正負接負 而伏特機要的是並連 伏特機要的是並連 OK 好所以這裡圈起來 正極正的要接正 正的要接紅的地方 好第三步也跟安培劑一樣 怎樣 由最大檔位開始 由最大檔位開始 好 我們這個伏特計 有三伏特 有十五伏特 有三十伏特 所以我要先做誰啊 我要先做 三十伏特 然後呢 覺得它太大 就開始往下降 降到那個指針偏轉最大 又不會超過為止 然後我講過了 這是所謂的最大量成的意思 可是我們國中不降膠 台灣的國中沒有膠最大量成 我們就是要從最大檔位開始 所以你就發現安培劑跟伏特機的使用 基本上都怎樣 一樣 歸零 正確連接 最大檔位開始 不一樣的地方是安培劑要串臉 伏特機要並連 為什麼伏特機要並連 因為一個電路上 同一個點的電位是固定的 所以 這個點的電位是固定的 所以我如果想要量 這兩點的電位差 我的伏特機要接這一點 同時接在這一點 這樣我們的左右 大概跟它的電路電位差 是完全一樣的 我才知道它差多少 這個什麼連把 這叫做並連 所以就知道 我們的伏特機應該要的是 並連的方法 那麼同時呢 要正負要接對 因為一個是高電位 一個是低電位 像它指針還會正確的偏轉 然後就會倒打 就打歪了 它就壞掉 所以要正的要去接正 負的要去接負 高電位跟低電位要搞清楚 不要讓它反轉 所以要正確連接 並連 要正接正負接負 那麼 如果有些伏特機的指針 是放在中間 那你就接板 就還算 OK 只是偏左邊 或偏右邊而已 不過 基本上你應該要確定 你是誰是正 誰是負 誰是負 要接的正確 那 我們說過了 我們量到誰 我是量左邊這個電位多少 右邊的電位多少 這兩個差多少 我量的叫做電位差 我量的是電位差 兩個兩點之間的差是多少 兩個差多少 OK 那麼 那個 講過還有很多檔位 要從最大檔位 先量那個最大的 最大檔位開始量 然後呢 一致往下降 降到那個指針偏轉最大 又不會超過 因為如果你超過 我只能夠量15伏特 你給我量個25 就崩就打過 超過了 又打壞又壞掉了 所以叫做 由最大檔位開始 然後一路往下降 降到指針偏轉最大 又不會超過為止 這就是伏特劑的使用 這是一個重點 要記得如何使用 原則上跟安培劑一樣 只差在安培劑要串聯 伏特劑要併聯 把這個事情給他記好就可以了